人生路上總有不少事要作出抉擇或妥協 摧殘足球生涯落幕 前香港足球代表隊隊長陳偉浩棄足用口 棄上西裝轉戰樓市 作為近代顯刻一時的香港名將 話去之後無論順境還是逆境 都以運動員永不言敗的態度迎戰 上集講完事業 下集他會講一下怎樣看現今的香港球態 我們剛才講過偉浩 作為地產經紀的經驗 來到維園講一下足球 偉浩有沒有留意到你的社交媒體 最近香港足球代表都是新教練安達成了上任 你有一點點意見嗎? 其實我不是串他 我知道 只不過是想說香港隊近年的打法是進取了很多 真的 因為比我們以往一美真是死守 死到不過半場那種打法 現在是真的打算怎樣攻人 但是奈何 我看他說看近十場的帶 見到很被動 會不會太少了? 我自己覺得你也要看對手的 有時被對手按著打 不是說不進取 是進取不到的 但是他又不要拿北韓球員 放在香港 跟香港球員比 我相信如果他這樣比的話 其實北韓球員的個人能力 其實不下於韓國、日本、中國 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對北韓也對了很多年 是厲害的 所以如果他拿北韓那種打法 各樣東西放在香港 很冒險 我不可以說他不成功 可能很適合用 但是我見不到在任何訓練的準備之下 去用北韓的打法 套到香港隊裡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威豪 剛才講完香港隊 譬如說 現在很多球員說 因為疫情之下 沒有班六 可能就說 可能不能再踢球了 這個現況 跟你當球員的時候的年代 有沒有感到試過這樣的情況 還是不斷輪迴呢 我相信這次是嚴重一點 因為其實反反覆覆 以前都試過經濟不好 但是現在說的是 真的封球場 又或者投資者暫時一定是卻步 看定一點 所以接下來的前景 短期內都辛苦 做球員辛苦 所以這一段時間 我相信很多球員都要轉行 只是希望疫情方面盡快 盡快真的可以控制到 穩定球市 因為今年突然間 剛剛過年又封 不要說港超 港甲都好像未知 或者不知道會不會繼續 我想都會一起封 他是不知道會不會繼續 可能不會繼續 因為港超最壞打算就是閉門作賽 但是港甲 其他賽事 我相信都未必 那麼容易去繼續 可能這半季就完 都不出奇的 香港這幾年 香港市民都過得很辛苦 尤其是疫情 很多行業都是很困難的 但是好像我這樣 因為疫情關係 都要提早退役 要轉行 尤其是轉行對我 踢了這麼久的人來說 其實很困難 尤其是我現在 不是很習慣 星期六天都要上班 一個很長時間 朝九晚六 晚七 但是我覺得 香港人 又好像我爺 我老爸那一代 其實是可以捱的 才捱到我們這一代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來說 少許的困難 就沒有問題 我亦都很相信 我們香港人 是有抗疫的能力 抗疫境的能力 但是各位樂觀面對 我相信 沒有事情是解決不了的 我相信